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这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独立科幻短片的各种流程 第一点其实就是要写出你的剧本 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会迸发出一些点子或一些故事这样子 然后你开始准备拍片的时候 你就要勇敢的把它写出来 其实过程中你不用担心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剧本 你只有完成它了 把那把都拍出来了 你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故事好的剧本 然后第二点就是画出你的分镜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我画画不是很好 会不会影响分镜的效果之类的呢 我觉得不会 因为分镜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捋清你的脑海中的一个影片的 这种功能不用担心它好不好看 只要你就是把它画出来就好了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灵感收集 比如说你看到一张比如说一个好的照片 一个好的场景 一个你看起来也不错的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我觉得就是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对你的创作还是挺有帮助的 然后我是在Artstation啊 Behance啊Pinterest的还有一个Shotdad 那个最后一个呢是它现在是付费了 就是它那个主要是对一些比如说一些影片的 比如说你一个你要拍摄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的话呢它你只要搜索房间 它会有很多就是不同影片出来的一些图片这样子 它里面的信息还蛮全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一开始的用户它是它可以试用一个月吧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还有就是当开始你的影片开始的时候呢 你要去找你就是你影片中有相应的内容你要去找 比如说你要你这个需要拍一个一个车的场景是吧 车的场景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些这样子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结合你之前设计的灵感 然后再结合自身你找的时候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说不定会迸发出你更多的一些想象 一些点子这样子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3D模型资源的一个积累 这里我主要想讲的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可以大大的提升你的效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是个人创作的话 每个模型每个场景都是需要自己去建模的话 那花费的时间那可是相当长的 所以说如果时间一长的话 那你可能对你对这个项目的把控可能就 就会产生自已吗 因为有时候你时间一长你很多东西你就进行不下去了 像我之前我中途的时候也有很多次就是因为东西太多了 就会产生那种想放弃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大家可以利用现有的一些资源去用好它 可以去一些网站啊 然后我这边常去的一个网站就是叫什么Tupersquid 就是一个国外的一个网站就是大型的一种3D的 但是它上面有一些免费的资源 还有一些付费的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大家在其他途径啊 在其他网站会找到一些那种类似于零件一些模型 这样子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模型设计师啊 他会做出蛮多的一些不同零件的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那些零件呢 就是去组装去重新组合成你想要的一种 一种就是符合你影片里面的一些模型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子还挺好的 我的片子蛮多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去构建成自己想要的一种场景 这样子第五点呢就是确定你影片的风格 因为通过前期的灵感收集啊你的积累啊就是还有你之前或者自己一些模糊的记忆啊 我觉得都是你一个影片风格的一个一个一个形成的一个过程吧 但是其实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你创作者个人的喜好 还有你影片的题材吧就是结合这两者看哪一种比较适合你影片的风格 第六点演员的拍摄可能有些同学会说 那我身边没有一些演员资源那怎么办 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你的亲朋好友去帮忙拍摄这样子 其实我还是这么做的 确实有时候就演员还蛮重要的 就是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还有一点就是利用好你身边的一些场地 看你身边那些场地有哪些比较符合你片子里面的一些场景呢 你可以充分利用好他们 还有一个就是绿幕拍摄 绿幕的上的光要均匀一些 然后绿幕也要保持平整一些 然后演员和绿幕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 还有你打在演员上的光呢 就是要和你见出来的那个场景的光要匹备一些 这些工作其实都是为了你后期抠相 就是处理就是合成的工作更加方便一些 第七点后期部分 后期就是合成剪辑调色还有配音部分 合成的话就是你的人物啊 你放在场景里面呢 你要就是看起来不那么突兀的话 你可以通过你的调色啊 调你的饱和度啊 然后增加一些阴影啊高光啊之类的 就是通过这些方面去实现嘛 这样子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然后剪辑呢 大家可以就是拍完之后 就是可以把它放在一边 先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再回来看它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然后第三点调色 调色的话整个片子你要保持统一性 配音部分就是背景音乐啊 然后对白啊这些你就都是要考量好的 我这是找了一个国外的配音师 我也是在网上找的 就是那个费用还蛮便宜的了 就是35美元2块左右这样子 我感觉一下我还可以 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然后喜欢的同学可以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